也就是说孟老师您刚刚见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彻底的穷小子 我可以这么说吗 太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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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您会不会挺心疼他的呀 对 因为他自己这个人格特别好 就是他品德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愿意帮助他 然后像他吧 没有这么幸运的 他是很早就有一个个人专辑 像这么年轻 二十几岁有个人专辑 你别想做梦 当时就是我的同学胡炳旭 胡炳旭 我的天哪 那是最顶级的指挥家 我小的时候的同学 然后他就是跟赵纪萍关系特别好 他经常唱赵纪萍的歌 我说毕业音乐会 务必你得把赵纪萍给我请来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他两人正在录音的 北影录音棚录音 我说那我不管 他说我们录音棚的钱都交了 我们正在录呢 我说我不管 反正汪红萍就在节目第四个 你必须来 他说我怎么办呢 我这录音棚的钱都交了 乐队也来了 我能放下 我说你爱放下不放下 你不放下 我也不认识你了 你来不来吧 我把电话就撂了 来了 把赵纪萍也抓来了 然后听了他唱 你说多难得的机会 因为他那个马上毕业 毕业音乐会你想 一听就看上了 哎呀 看上了 他唱完了以后 我找不着这个人了 我说他应该是在观众席里边 说跟我在一块 到后台找他去了 就越过我 直接找他 直接找他了 找他去 腻弯 什么唱得怎么怎么好 就跟他去说去了 我问胡平 我说这人呢 哎呀 激动得不得了 找王红伟去了 哎呀 当年又是一贵人 贵人 你看 硬是活生生地抓来 然后看上他了 然后就带他到日本去 本来是另外的一个演员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 吴老师 我要把另外一个人换 把王红伟换上去 看行不行 你瞧着 成了 你第一次出国吗 第一次出国 在日本特别轰动 他们来出资 给他录那个 专辑 录的专辑 他那个时候 就94年的时候 他已经相当是不错了 唱的 而且你想得到 那个著名的作曲家 赵继平的肯定 胡敏旭的肯定 对 那就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这期节目呢 我是特别想把他请来 他也特别想来 但是实在是调来调去 来不了 但是来了一个视频 记得是1993年 我在北影录音 我的好朋友 指挥家 胡敏旭 告诉我 今天晚上 我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 听一场学生的毕业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上 有孟林老师的得意门生 王宏伟 我们 我记者就那天下午吧 傍晚 到了学校的礼堂 在这次毕业音乐会上 我第一次听到 宏伟的演唱 非常的棒 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 南高音 能够在毕业以后 迅速的出了自己第一张 独唱专辑 而且是在国际发行 这真不容易 但是因为王宏伟的 他的这种出色的演唱 赢得了世界的关注 这么多年 三十年走过来 我和宏伟出了 事业上的合作 我们的亲情更加浓 讲的就是刚才的这一段 对 生拉活扯给拉来的 人家在录音呢 所以还是 首先来感谢孟林老师 嗯